如果我今天去看醫生 當然不知道是甚麼事 今天是看醫生 但是詳細情況我不講 照了一個廢片 當然我未知道是甚麼 因為可能說我的肺會有陰影 那就是廢鏈 但我一點都擔心都沒有 為甚麼呢 就算我廢鏈 我用強大的力氣力 我的目標就是 看著他們是混蛋 不是中共 中共是否混蛋 我不在乎 我在乎的是中國 今天節目是這麼多 我希望有人說 應該要做動態心碟 其實我連CT scan也做了 基本上我已經明白了 要做這幾件事 或者不做那幾件事 我是了解了 我覺得也是足夠的 最主要就是 看完CT scan 其實中西這套 很多時候不是這樣看完報告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要將這些東西 綜合分析去估計 去斷證的時候 不知道 其實我最擔心 我人生之中 不斷出現這些東西 就是厭緣沒事 但你仍然有點痛 可能是神經痛 這些就是最麻煩 其實我都不是很痛 我甚至乎不是癌 是有感覺 我現在開始懷疑 上次我突然說很痛 那天 後來我回家 發現原來我心裡 生了一顆暗瘡 那顆暗瘡痛 我擠了它又沒事了 我現在懷疑 那些醫生其實也問我 那位護士問我 那位護士問我 你有沒有撞過 其實 我又不太記得 現在這樣說一說 好像是臘骨痛 但沒理由痛兩個月 除非裂了 順帶一提 我近日出入這些醫療護中心 我發現香港的女生真是漂亮的 是漂亮的 一向都漂亮的 護士索丁 還有我真的不知為何 如果你說二十年前 那些女生看到我 很高大 那麼英俊 那我當然不明白 但是如果現在 我今時有一個阿叔 我發現那些女生見清我都很好笑 她們未必認得我 我又沒有特別惹她們笑 只是可能說 好餓 我想快點放我 她就很開心 當然 當然了 以我的口碼 我亦都將這個七樓 其中兩個 不要說是姑娘 我的電話都拿走了 那當然我會不會打電話給我 我跟你說 一百個聲音 我不會 但是我真的很想跟大家 各位網友說 特別是那些 波波仔那些 無論用的 是廢人 真的你可以跟菲利哥出去 其實怎麼會 這個世界上 只要你有口 只要你有膽 只要你夠膽 即使一個五十二歲的人 一樣可以跟一個十九歲的女生 拿電話 成功拿到電話口 真的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明天繼續《給你慢無論》 拜拜